真是看日劇和聽他們的新聞 因為他們的新聞是用很正統的日文來講 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要幫我的團隊的人 解決他們在馬來西亞 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一到了 我說我到了 我在羅賓 我六點半就到了 他說 這樣啊 你直接上來房間 我問 什麼事啊 你可以來one to one上網 找一個懂得講日文的人 和你溝通 因為環境是最重要的 FM日日又公開 我是Randy 我是一位懂得講日文的翻譯員 但如果你這樣看以前你學日文的方式 有哪一招你覺得其實是進步得最快的 真是看日劇和聽他們的新聞 因為他們的新聞是用很正統的日文來講 然後它下面會有出那些字幕 然後他們最大的那些big title 他們都會很明顯地這樣標題在那裡 當你聽不明白的時候 你看它的標題 你大概猜到它講什麼 因為我們懂中文 所以我就慢慢慢慢就這樣聽聽聽 我就慢慢就開始可以catch到那些字 這件事會不會其實是你作為你說翻譯員也好 或者作為你說一個做新聞的人也好 其實最大的挑戰 都會的 因為怎樣說都是國家的catch不一樣 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要幫我的team的人 解決他們在馬來西亞遇到的問題 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你工作的場所 或者你這個環境裡面 會不會有些工作的經驗是你覺得不生難忘的 或者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幾年前了 我說那個北朝鮮的那個金先生被殺事件 我就是因為那個事件就這樣不打不撞地跟我現在的公司 就接觸到現在 我是無緣無故被一個send by 一個前輩這樣叫他幫忙 因為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們HQ的電視台 都有保持著那些來每個國家的翻譯員的聯繫 那我那個前輩他應該是之前有幫過 這個電視台做一些TV program 所以他們那時候太緊張了 應該一打開那個list 看到這個名字 他們就聯繫他 所以整個隊員全部飛來 最少五到六個隊員 全部飛來這裡幫忙 我們在日本學的靠出就是 填杯叫到我們不會托手爭 因為又來又去 如果我幫他做這次 可能他下次就會再介紹其他工作給我 我是抱著這樣的態度 我一到了我就說 我到了我在羅賓 我六點半就到了 他說這樣 你直接上來房間 我說什麼事 看那個男人叫我上房間 我現在要 很害怕 我就說OK 你們不可以下來帶我 他說 我們現在還在討論 你可不可以上來 我說嗯 OK 我就去找了召喚的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 我說你們陪我上來 我最記得我局長 我第一次見他 他就這樣 幫你幫我看我 因為他們看著那個報紙 看著那些新聞 看到應該 眼都花頭到達 然後就叫了我進去 就給了兩天到三天的報紙 什麼袖包和環包 叫我坐在那裡 這裡的中文報紙 幫我讀完 他只是說了一句話而已 如果你對於那些想要心動玉 就是心動玉 但是從來都沒有行動過的人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我 aura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學 你要搞清楚你的方向 如果你真的想學你以後自己去旅行很方便的那些 你是不用死咪書的 你真的要學一下日常的談話 怎樣去這個地方 或者你學一下食物的名字 這樣你去到那裡 你怎樣叫人家買單 怎樣讚那個東西好吃 或者你可以彈那個東西好吃 這幾句你吃 然後加上你懂那些食物的名字 我覺得已經是很足夠跟餐廳的人溝通 因為他們會很開心的 就算你真的懂一點 他們的動作 你知道日本人的動作很厲害的 他們怎樣都會幫你表達到你要表達的東西 如果大家的心態其實真的想要很專業 去到很專攻的那些這樣的地步的話 其實你有些什麼建議給大家呢? 你可以來one to one上網 找一個懂得講日文的人 跟你溝通 因為環境是最重要的 你這裡背那個教科書是沒有用的 你沒有一個教科書是沒有用的 真的 你需要一個人不斷跟你說 而且是要那個人是 就算你說錯都不會笑你 就算他笑你 你都不怕他笑 你說你笑了你笑飽了他 笑完立刻教我怎樣說 臉皮一定要好 謝謝Wend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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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